歡迎收看由安樂居呈現的《不老80》 今天請來亞裔家援服務署的助理項目經理唐耀廷 Victor上來和我們聊天,Victor你好 你好Raymond,謝謝你邀請我來 對,我相信有史以來請的嘉賓 你也算是最年輕的 只是樣子而已,騙到你,騙到別人 雖然你這麼年輕 但其實你在社區服務了很多年 為何我覺得你服務了很多年 因為今天最主要請你上來 就是講講接下來 我們有一個在會10月14日舉辦的 叫做第28屆華埠社區健康同樂日 你就參與其中九年那麼多了 沒錯 其實我也參與他們很多年 多於10年以上 我記得以前是在Camping House 現在多數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但為何我想請你上來講呢 第一就是你參與了很多年 第二就是你都在那個Committee裡面 沒錯 他安排怎樣做等等的過程 都參與了很多年 我就想你上來和大家說一下 究竟為何會有這個同樂日 還有到時有甚麼看 我知道接下來是10月14日 會在唐人佛哥YMCA舉行 沒錯 我相信很多人在唐人家住的都知道 但如果不是在唐人家住的人 其實大家留意這個同樂日 很適合大家去的 不如這樣說吧 Victor為何會有華鳳社區健康同樂日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大多數人都日常生活 忙比較忙 他們都忙碌 媽媽要照顧小朋友 爸爸可能要上班 或者他們兩個都要一起上班 很少有機會去你自己的健康 其實我覺得這個最容易忽略 我覺得有同樂日 每年我都會舉行 你都說了我們都舉行了 這是第二二十八家 已經舉行完二十八年了 他就是每年去提醒人 健康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你不照顧自己 你就不能照顧好下一代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東西 包含著可以幫助你 和你的小朋友 去測試他們的健康 注意他們的健康 還有給你一個提示 我覺得很多家長跟我說 如果沒有這個同樂日 他又不會去驗血壓 例如膽固醇 驗眼、燃牙齒 這些可能比較容易不律 所以我覺得有分這個 也挺好的 可以帶來一個組織 然後這個社區一起 一起去做健康日 我也知道有個朋友 他一向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壓 其實很年輕 但有些這樣的健康同樂日 他去之後無緣無故走 貪得意,即是兩糧血壓 原來他高血壓 幸好後來知道了 我想知道了 其實這個同樂日當中有甚麼活動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為健康同心 所有主題都是為健康 其實每年的項目和一切的服務 都差不多一樣 但今年比較特別 我們會有這個針灸 我們有針灸 而且在疫情之前 我們也不知道有沒有 但疫情之後 我們開始有了一些網上的講座 可能有些人在這裡 可能拿了炒药坐在這裡等 等去驗試驗或化驗 未到他們,他們在做甚麼 我們決定放了一個攤位 去做這些講座 每年我們在疫情之後 都是透過Zoom做的 即是放一個電視 然後可能會有人請醫生 去講解關於健康 關於食譜 關於健康的飲食 今年我們打算做一個 實際的面對面的講座 這樣可能會吸引觀眾多些 我覺得會挺有趣的 除了我知道有針灸治療之外 即是會說 還有頭頸癌 觸科檢測等等 很多不同的健康說了 還有湯水示範 怎樣湯水示範 做東西示範,做東西吃 沒錯,我們會有一個蘑菇湯出來 教大家如何製造這個蘑菇湯 還有家裡怎樣吃得更健康 因為如果從頭在家裡 媽媽煮飯、家裡煮飯 可以煮得更健康 你們家裡的習慣不會改變 是,當然 其實我記得之前 你們同樂日也有製作果汁 例如對大家健康、身體 也有些不同 都是對大家有一個很好的概念 尤其在食物方面 另外,其實到時還有甚麼測試 我測試有很多 你要知道測試 我們全部提供的都是免費的 都是我們社區的成員 提供這些免費的測試 去捐出來的 包括有骨、密度、口腔、血壓 體質指數、血糖和針灸等等 之餘我們還有這個 以逢跌倒風險測試 沒錯 還有這個兒童和成年人的視線測試 還會包含免費的流感疫苗 以及新冠狀病疫苗 到時會有一打 也是有一打 但份量會有限 即是先到先行 先到先行 大家要記住 原來剛才有這麼多不同的測試 這些測試都是 平時可能要去排隊 要排期的醫生 沒錯 下次有測試 但現在就不是了 到時來到同樂日就可以有測試 那麼今年第28屆 其實和去年有甚麼不同 今年會多了一些 我剛才說過的針灸是新的 我們每年舉行的小朋友 我們第三樓通常在華埠的青年會 我們都會有一個第三樓 是專門設計給小朋友 我們會有新鮮的活動 以及遊戲 會引起小朋友上樓上去玩 全部的遊戲都是圍繞健康 教他們怎樣擦得乾淨一點 沒錯 全部都是圍繞健康的 今年我也加了一項目 就是怎樣去對抗霸凌 在學校 我相信我過去這一年 特別是這幾年 我在這裡做 很多媽媽最近都跟我投訴 或者學校有很多霸凌出現 但沒有甚麼人去幫他們處理問題 甚至乎先生聽完就算 我們就會教父母如何進展 跟進這個案件 如何讓小朋友獲得保護和支持 記住大家要留意同樂園 待會回來 還會有更多資料關於同樂園 或者詳細講講一些到時的講座 沒錯 繼續回來由安樂居呈現的不老80 今天請來亞瑞嘉援服務處助理項目經理 唐耀廷先生 Victor上來聊天 你好Victor 繼續吧 今天其實特地請你上來 就是講華厚社區同樂日 其實這個同樂日 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合在一起 沒錯 去做約同樂日 當然大家可以看看我們的傳單 裡面寫了我們很多不同的機構的名字 好了 亦都剛才說過很多一些健康講座 不如首先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何時到時有這個講座 讓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首先這個就是健康飲食攀飲示範 是會到時幾點鐘呢 是10月14日星期六 是幾點鐘呢 那時候是1點鐘供應的 你記得這個攀飲廣座 就會由這個黃小姐 由於這個公共衛生局的經理去做 是 其實就是到時 黃姑娘就會示範這個 怎樣做蘑菇湯 沒錯 還有講解她的好處等等 其實黃姑娘就是 公共衛生部的營養經理 其實黃姑娘上次上來接受過我們的訪問 是的 好 接著就是以止瑜伽 沒錯 這是新的 我剛才也說過一點 就是我們覺得我們最近有多些 每年都有很多很多的老人家 長者 我們覺得這個會對他們有利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裡教他們做 然後帶回家 坐在這裡慢慢做 這些安全運動 會幫助他們的骨質 還有他們的身體健康 分別有兩個時間 第一節會在11時早上 第二節會在2時之後 那是誰會來做導師 我們會有個基督教青年會的儒家教練 她的名字叫Megan O'Donnell 沒錯 大家可以留意 好,接著就有欺凌和騷擾 好像是你來做的 沒錯 剛才我也說過一點關於欺凌 我覺得這個欺凌的問題越來越小 我小時候也是被人欺凌過的 所以我覺得我絕對看這個問題 是看得非常認真的 我會在樓上三樓放了一個檔灘 給大家一些資訊 去參考一下我們究竟怎樣可以… 如果我們已經報告了欺凌 但學校都不採取運動 我們可以做甚麼 我們如何進展到三文市的校區裡 去做更多的… 可以做更多的 好,我也想問一下 當然有很多講座 很多人來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發覺人流比以前多嗎 越來越多了 自從我們一開始… 我一開始,九年前的時候 其實一向都可以的 但可能不是那麼多人知道 但越來越多人知道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的事情 越來越好 好像我們以前也沒有疫苗打 現在開始有疫苗打了 那條隊又不是太長 又是全面的 為何你不去做呢 因為平時,剛才你也說過 你如果要打疫苗 你去Walgreen 你要排隊、排期 你可能要付錢 但你這裡是全面的 而且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寄託 每年都見到華埠的健康日 去打一打,對吧 我覺得每年都有症 所以表示不是很多人去打 我在座想讓觀眾、聽眾走去打 聽完這個節目,希望你們走去打 去掌握這個機構 捐給我們的資源 其實這個不只是老人家去 哨子也會去的 每個人都會去的 沒錯 其實這次你會說關於欺凌 可否再說多一點關於 到時會有甚麼資訊可以取得到 到時我們會給你一些網站 一些方法填 如果你想上訴或是想投訴 我們會有些方法遞給你 還有我們設計了一些遊戲 是我們遲些會放在樓上三樓旁 希望小朋友去猜測哪一種才是屬於欺凌 要小孩子猜測 猜測後可能會有些獎品 其實每一次的同樂日都在華埠舉行 其實在華埠入面 你們會否覺得現在的人口正在改變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我們絕對感受到 我們覺得人們好像越來越開放 不是像我們剛開始弄的時候 每個人可能很羞羞埋埋 但自從疫情之後 反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 我感覺到每個人真的為健康同心 即是看到大家好他也好 會多些去幫助大家 所以我們為何今屆 我們的主題目是為健康同心就是這樣 我就是想大家為了健康而伸出手 去幫助大家 但是人口有沒有老化到 或者是越來越多人離開了華埠 反而又沒有 你會這樣想 因為最近電視上看到的東西 或者你可能新聞聽回來 報紙上聽回來 或者你自己看到唐人街 發生了很多事件 但是其實越來越多警察 循來循去 然後他們都會做他們的職責 去保護市民 然後其實很多中國人 越來越已經是… 我覺得我自己 我覺得我的父母已經是出手 去幫助其他人 他們平時可能不會幫忙 就是因為疫情之後 還有發生了這麼多種種的歧視案 在三藩市 他們覺得更加團結 其實我感受到很感恩 我們三藩市有這麼多父母 可以出來支持大家 這是很重要的 唐人街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時間 優姐,鄭英回來了 我想詳細跟你說說 就是亞裔家媛服務署 究竟是做甚麼,好嗎 好,再見 好,繼續回來 《不浪80》了 Victor 亞裔家媛服務署 其實已經聽過了 究竟亞裔家媛服務署做甚麼 我們在藏人街 相信也不相信也好 我們已經活在這裡三十多年了 現在已經36年了 已經很久了 我們最主要一開始都是想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尤其是中國人 華埔 然後在China Town 如果他們低收入 或者他們沒有地方住 我們會幫他們申請房屋租 但是越做越大 所以想擴闊幫其他人 現在變成我們有三個不同的地點 我們有房屋區 我們有愛西斯 還有我們有唐人街 唐人街都有兩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是我們的總公司 就在Tenottingham 另外一個是我們在YMC裡面 其實我們租了一個辦公室 在YMC裡面 就幫我們做六至以下的服務 提供給小朋友的服務 我們APA的最終宗旨 就是想保護家庭 防止兒童虐待 以及防止家暴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手則 其實多不多發生在亞裔方面 但是老實講我們的年代 爸爸媽媽打擊時很普遍 我們的年代就大了很多 但是現在當然 你怎樣她都可以指控你 是嗎 是的…當然了 這個問題很複雜 因為就算小孩 大叫接著說可以報警 他們就算兒童保護局來到 也要做長期的調查 他要訪問小朋友 他要訪問鄰居 他要訪問你身邊的朋友 但當然大家以前的年代 還是以前的年代 即現在不同了 你們千萬不要用以前的年代 來跟你們說 因為這裡,尤其是美國 你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是一個叫做… domestic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是一個罪 應該是重罪 非常重,可以監禁幾年 看你犯甚麼錯誤,可以監禁 還有一個案底 這個案底不是超速 駕駛超速 是domestic violence 即是家暴,你以後都會生死矮 你很糟糕 對,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她是我的子女 怎樣都不行,打打也不行 你為了她著想 又為了你自己著想 真的不要用暴力 其實亞裔方面 在這方面我覺得還需要去教育 你反而說不是亞裔、非亞裔 他們都可能未必有 以前的文化 未必會像我們中國人那樣 會否你們在教育方面 都要擺放很多時間 絕對要的 因為我們很多父母 都是從中國來的 你知道中國 其實跟美國的文化不一樣 他們是輕打的 就算那邊是犯法也好 他們都會照樣打 但沒有這裡 捉得那麼嚴格 這裡你說得對 這裏是捉得非常嚴格的 就算你鄰居聽到 都可能會報警打電話 給兒童報局報你 所以我們在這裡 透過我們的家長教育班 我們教的Triple P 就是家長教育班 就會教家長用其他方式 去引導他們的小朋友 最重要其實都是 跟他們的感情要好 要好,好少會聽你的話 有一點好像要當他們做朋友 是要熟悉你的小朋友 接著要花很多時間 最重要是兩個字 耐性 你沒有耐性就真的甚麼都假 但有沒有提示 告訴電視旁邊的觀眾 怎樣不會令自己那麼容易 成為家暴犯 有時候可能不想的 會否大聲罵一罵子女 會否算是家暴 情感暴力也算是家暴 這樣就要聽聽 怎樣是情感暴力 如果你叫她,叫她的名字 說你是傻的 你是否白痴 這些俗詞 Virbal… 都算是情感暴力 情感,不是Virbal Virbal和情感 兩樣都是差不多的 目的都是影響到情緒 對小朋友成長不太健康 我們絕對不會建議你這樣做 當然我們教這些家長教育班 也不是想教練… 臭小子才知道 臭小子,這些見仁見智 我正在想說 就是我們這些家長教育班 和AP 不是想教練你做父母 是想給你一些道具 讓你做父母做得容易一點 所以我的字眼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是否傻了 我媽媽經常這樣說 我欠叉燒,很欠你 這些是基本的 這些都算是情感的 也算是 因為你覺得未必是情感 可能你的小朋友覺得是情感 對… 如果他走開口哭 或者掛自己 那你就自責在你身上 對… 所以美國就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說了就算 沒事 真的如果他覺得… 我覺得好像很不開心 回學校跟先生說 沒錯 跟朋友說 沒錯 然後可能你就會 正所謂你會出事了 你會出事了 所以大家記住 真的不要亂說 或者… 其實也像你這樣說 跟兒女兒好像朋友一樣 有雙有良 令大家不需要用一些 在言語上的暴力 或者身體暴力溝通 你們除了做小朋友 或家暴 會否還有其他東西 或者去幫你找那些你需要的資源 還有我們會有食物庫 有食物庫在房谷區 還有我們有爸爸組、媽媽組 這些全部都是互在組 希望可以幫你解除壓力 讓你不用去打、罵小朋友 因為我們都明白 人總會有脾性 所以不是父母打小朋友 一定是錯的 是明白的 但也不可以讓它發生 所以如果想避免這個 我們就要做得自己全面一點 放鬆一下 去一下我們的互在組 放鬆一下 跟朋友聊一下 我們還有一個免費的心理輔導員 這個程式可以幫助你 找個心理醫生跟你聊聊天 看看有甚麼需要 如果你覺得你的小朋友成長 可能不正常 你可以問一下他的意見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非毛利機構可以提供的 免費的服務 沒錯 今天多謝亞瑞家媛服務署的 Victor 和他聊天 說了一開始的同樂日 華埔健康同樂日 和你自己的本身工作 首先說回第28屆華埔社區 健康同樂日 時間是10月14日 星期六上午10時到下午5時 3時會在華埔青年會舉行 大家記住去看看 到時如果再關於自己會否 原來家暴了自己的兒女 也不知道 到時去問問Victor 好,今天謝謝你上來訪問 希望下次再有機會跟你聊天 謝謝 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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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